大家好,我是奥雷,今天要讲的电影叫《逸灵灵异》 一位少女从高空掉到楼顶天台摔死,但是附近又没有这么高的建筑 警方来到现场后纳闷不已,随后又有人情生物掉到楼下 面对这种灵异事件,警方出动了特殊部门2002 2002里只有两位成员,耍酷狂魔小谢,天生拥有央眼,以及我们的老朋友鬼魂小李 一般人看不到小李,所以以为2002这个部门只有一位成员 小谢来了楼顶后,见到了刚刚死去的女学生的鬼魂 女学生刚死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小谢便把自己的名片烧给了女学生 而小李则在对付老尸鬼,这个老尸鬼和女学生玩失声恋 不过他只是炮灰而已,影片并没有对他做什么介绍 小谢用现行水使老师现行,并减少了一半的攻击力 不过效果只能为15分钟 小谢无法原谅他托女学生一起殉情的行为 一枪将他打死,使其灰飞烟灭 他们的行动被同样拥有央眼的阿伦看在眼里 普通人看不到鬼,不知道小谢立了大功 2002这个部门必须要各警区主管每年签一次名 才能继续搞下去 王警官觉得这个部门多余,不想签字 小李只好用自己的能力向王警官证明 世界上真的有鬼 这下王警官没话说了 小谢是天煞孤星 任何人和他扯上关系都会倒霉 严重的还会被克死 小李生前就是小谢的搭档 在次任务中被小谢误杀 死后继续当小谢的搭档 经营商葬用品店的老陈知道这些 所以即使和小谢很熟 也不敢和他扯上什么关系 女主角叫玉兰游 一次坐车没带卡和零钱 便来找小谢借 小谢不想害玉兰游 接后提醒他一定要还钱 转眼到了小李投胎的日子 两人聊了几句后 小李便安心上路了 上头把阿伦调过来当小谢的新搭档 之前老陈帮小谢算过 小谢也知道了自己命中注定的新搭档的特征 阿伦完全符合这些特征 就这样阿伦正式加入了2002 一次他们接到了新任务 小谢详细告知了阿伦 各种装备的使用方法和用途 结果阿伦一上去 就被火鬼给迷住了 小谢一瓶现行水下去 破了火鬼的幻术 火鬼的战斗力不高 再加上被削弱 完全不是小谢的对手 火鬼只好拿阿伦出气 小谢及时开枪 将火鬼打死 阿伦被吓得站不起来 需要小谢抱抱才能起来 两人走后 火鬼的男朋友水鬼来到这里 发誓要为火鬼报仇 老陈提醒小谢 你是天煞孤星 上天注定2002这个部门 只能是一人一鬼的组合 所以阿伦肯定会被你克死 小谢也知道 必须要和阿伦保持距离 才能延长他的寿命 谁知道 小谢一回家 就发现阿伦已经搬到他家里了 阿伦强行要和小谢同居 一位老太太的鬼魂找到小谢 请他帮忙照顾昏迷不醒的孙女阿采 两人来到医院后 阿伦对阿采一见钟情 而小谢也在这里遇到了玉兰油 玉兰油对小谢很有意思 但小谢知道自己会害了玉兰油 因此不停的叫他还钱 不过人帅没办法 玉兰油并没有因此讨厌小谢 小谢偶遇了一只小鬼 之前他和小鬼有一面之缘 小鬼知道母亲要死了 来到医院等他 小鬼的母亲和弟弟出了车祸 两人终于抢救无效死亡 母亲变成鬼后 见到了小鬼 鬼的眼泪十分珍贵 代表着爱和重生 小鬼捧着母亲的眼泪 按照母亲和小谢的要求 回到了弟弟的身体里 就活了弟弟 玉兰油叫助小谢 直接还了他一千块 说自己没零钱 叫小谢慢慢还 小谢刚刚沉浸在恋爱里 老陈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叫他不要忘记 自己是天煞孤星 小谢赶紧把钱还给了玉兰油 并且很果断的拒绝了玉兰油 阿财醒来后失去了记忆 阿伦便假装自己是他男友 看到阿伦和阿财这么开心 小谢不想阿伦陷得太深 便带着他来找老陈 老陈便把这些事告诉了阿伦 阿伦知道自己快要死后 感觉天都塌了 小谢为了安慰他 便跟他比惨 让他不再那么难受 阿伦找到阿财 向他说出了真相 阿财觉得这个无所谓 也许自己下一秒就忘了阿伦 两人聊天时 水鬼来到了这里 阿伦完全不是水鬼的对手 但也让水鬼中了现行水 小谢及时赶到 水鬼只好先逃跑 小谢在追逐过程中 被水鬼找到机会 水鬼将他推进了物理治疗池 到了水里就是水鬼的天下了 局势瞬间逆转 两人来了一场蝶泳大战自由泳 最后水鬼一脚 把小谢的灵魂踹出了肉体 小谢的肉体进入了昏迷状态 经过老陈的指点 阿伦找到了小谢的灵魂 小谢还有心愿未了 那就是和玉兰油道别 他用现行水使自己现行 然后找玉兰油吃饭 原来小谢从很早就注意到了玉兰油 通过长时间的观察 对玉兰油了弱之掌 他们第一次见面 也是在小谢的计划之内 小谢向玉兰油表白后 便迅速离开了 晚上阿伦感觉不对劲 于是出门查看 结果不幸让水鬼附了身 随后被附身的阿伦接到了上级指示 上级觉得小谢已经昏迷 阿伦一个人不能接管2002的工作 于是上级决定解散2002 简直莫名其妙 老陈算到后立刻赶到这里 以上一任主管的身份阻止王警官 就在两人吵架时 阿伦疯狂喝水 然后一张桌子飞过来 打晕了王警官 老陈不是水鬼的对手 但好在小谢及时赶到 水鬼如果长时间霸占阿伦的身体 一段时间之后 阿伦的灵魂就会消失 而小谢也一样 再不回肉体就只能当鬼了 但他觉得还是阿伦比较重要 于是和水鬼打了起来 老陈烧了一把巨剑给小谢 小谢立刻扭转了局势 但他不敢下死手 那样阿伦也会起死 老陈只好烧了个盾器给他 水鬼十分顽强 就是不肯出来 两人一路打到了楼顶 结果这时突然下起了雨 而且阿伦的身体也被完全占据了 没办法 只能下重手了 期间穿插了小谢和阿伦生活的点点滴滴 背景音乐放的还是情歌 另一边越南游不停地用电机器抢救小谢 导致小谢的灵魂不停地放电 水鬼一拳下来 反而被电成了重伤 最后小谢亲手结束了水鬼和阿伦的生命 小谢抱着阿伦 流下了一滴眼泪后 就活了阿伦 更让人无语的是 小谢也没死 回到了肉体里 这件事过后 小谢知道了人定胜天的道理 若真孤心照命谢某唯有以爱破之 电影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的剧情太过随心所欲 而且有很多逻辑上的硬伤 对于小谢和阿伦友情的描写 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 而且感觉阿采和玉兰游也很多鱼 不明白导演和编剧内心的想法 如果时间充足的话 可以看看这部电影 接下来是微博问答环节 奥雷你好 看你讲了很多恐怖片 各种类型的都有 想问一下 你比较喜欢看 注重心理恐惧的片子 还是血腥暴力的视觉恐怖呢 血腥暴力的 因为心理恐惧的 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感觉 还不如那些血腥暴力的来得爽 12年和13年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看上市片 各种冷门的上市片 都会找出来看 简单粗暴 不需要你多去想 觉得这种比较适合我 就说到这里 我是奥雷 我们明天见 最后是广告时间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